大家好 今天是5月29号 星期一 股市又在进一步反复 指数曾经一度低限22519点 相对这个月的高位 是11号的24766点算起来 这个月的波幅已经是下调2247点 这个幅度不算少的了 我们看看股市 早段恒生指数先低开205点到22725点 之后进一步下调到22519点 可是还是有一点点买盘出现 结果股市又在反弹 曾经一度高见20968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是反弹了38点 现在的收集的时间是22952点 是轻轻的反弹了22点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 因为上个星期五是下调1000多点 这是代表整个股市暂时稳定下来而已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由于恒生指数已经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所以变成了整个股市还是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下寻找低位的 那等于说一天股市还没能够回升到50天 以上的话 整个股市还是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下寻找整个下调的低位 今年下来第一个低位是3月19号的21,139点 之后反弹到4月29号的高位24,855点 现在再低见2万2519点 我想说的就是21,139点是今年的第一个低位 也是整个大跌浪的一个左边的脚 好了 现在股市在寻找右脚 右边的脚到底在哪里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直到恒指在任何一天回升到50天线以上 才出现这个右脚出来 当然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短期这类股市还是有机会在进一步下寻 那个2万2到2万2千上这个指示的 当然不会是5月份 可能在6月初时间还是为进一步反复的 大家还是要做好一点点的风险管理 好了 今天时间紧一点点 就说到这里 啊